各位想要補高原的學員 大家好 我是今年104年 第二次考上營養師的學員 然後比較特殊的是 是因為我在報名第二次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在工作了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是 在家裡準備考試的時候 準備到睡著 然後五點回家 然後考試的時候就睡著 然後進到時候已經11點了 已經準備到睡覺 因為隔天八點就要上班了 那可是 那個這些 我當初在選擇高原的時候 就是看在他的講義編排上 就是雌芬的完整 然後不會有太多 像不見譜芬芬太多的 太多的就是資訊啊 放在你的講義裡面 這樣你讀起來你會覺得很亂 你不知道要讀什麼 可是他們講義就是 依照考題的分類編排 然後編排的十分清楚 然後其實我從考研究所 考技師到現在的考營養師 我都是在選擇在高原補 然後我當年就是 研究所也有順利考上 中心食生所 然後祭司也順利的考上 然後現在營養師也是順利的考上 然後研究所跟祭司跟營養師 都是最熟悉的就是 黃上平老師跟楊芬老師 那他們的講義 其實我從好幾年前 在補研究所的時候 就一直看他們講義 看到現在 那他們講義就是 其實黃上平老師 他的講義就是 他的講義就是 他只放重點 只放會考的 然後就算不會考的 他放了他也跟你說 這個你自己選擇要不要看 那就跟你說會考的什麼 你就要看什麼 而且他上課的講的方式 就十分的幽默有趣 有時候會帶一點就是 很很讓人會心一下那種 黃色的那種幽默 而且他講解的時候 由於他聲音也比較高亢 所以你其實聽他的課的時候 你不太會想睡 因為他的聲音就是 會讓人覺得還蠻有趣的聲音 而且他上課的時候 非常的認真 而楊芬老師呢 就是他雖然說他上課 比較中規中矩 可是他在一些 團善的一些計算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成本 成本一些概括的那個 分配上面呢 他十分的清楚 那很多時候計算體 我們會不知道怎麼去分 怎麼去減怎麼去扣 然後怎麼拉怎麼左右這樣 去計算 可是你聽了楊芬老師的計算方式 你會覺得 你看到這題題目你就知道 哪邊要寫哪邊是要怎樣計算 哪邊是要怎麼樣去計算的 怎麼樣去寫這題目 你會很清楚的計算 所以楊芬老師在這方面 他的邏輯性非常好 而且 楊芬老師他在 跟食品 就團善 團善這邊其實有很大一塊 是跟食品有關的一個 領域有重複的 而他在食品這方面的領域 是非常的專精的 他在一些 比如說一些食材啊 還有一些跟食品加工有關的 一些內容啊 他其實就是 還有跟食品領域有關 他其實是講的很簡潔 可是很簡潔 但是非常的清楚 而黃標老師呢 他在講義的編排上 他很用心 就是 他會 放很多圖片 他文字很少 可是他圖片很多 讓你 因為有時候你看文字的話 你會很難理解 那個 他在講什麼 可是如果你一旦 配合圖片 配合文字的話 你會很清楚的知道 他整個人體的什麼 比如說在 在那個 腎臟在過瘀的時候 或者是 尿液在濃縮的時候 一些代謝機制 你會知道他 是什麼 叫什麼分泌 然後在什麼 猝子什麼分泌 他都會把圖片畫出來 他比較不會在黑板上 寫太多的字 而且 黃標老師 他 有一個比別人 比別人 比別人比較好 是他 感覺就是 有點像是 以 醫學 醫學領域的那種概念 來教我們的生理學 他會 講很多 很多老師沒有講到的一些原理 然後你就會 你一開始不懂 你是背起來而已 可是你一旦聽到他 聽到他的解釋以後 你就會覺得 喔原來就是 這樣 所以 才會導致這樣 這樣這樣 他會以醫學 那邊的角度 比較偏那邊的角度 來跟你一些解釋 所以 我一開始在讀生理學的時候 我也覺得 應該就是 要從頭一直背 一直背 然後後來聽黃標老師的解釋以後 我就知道是 你只要背幾個重點以後 你就可以推出整個 全部的一個 概括的一個 狀況 那其實我 本身不是學 我本身不是大學跟研究所都不是念營養的 我是後來讀研究所的時候才去修營養學分 所以我算是 半路才跨進了這個領域 一開始在學營養這時候的時候 就覺得 有點 不知道怎麼去摸索 因為本身 食品跟營養雖然說很類似 可是還是有差很多的一解 所以我在 在藉由他們三個老師的一些講義的編排方式 就是 然後尤其是 黃上平老師的生化營養 那本就是一定要把它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熟 那本看得很熟的時候 你包括生理與生化 然後包括山鳥 包括營養 你都可以 還有甚至是公衛 你都可以去推出一點 邏輯出來 然後 他們 而在於那個 然後 如果同學要準備營養師的時候呢 就是 其實 你要分配到 最 最容易被考的部分 也就是 在關於生化營養這一塊 你要把比較大的比例放在這上面 就是 生化 生物化學跟營養學 就是 生化營養那一本 然後你把那一本讀算以後 你再去看營養 再去看 生理 你會覺得 會比較 容易清楚 營養跟營養在講什麼 如果你 沒有把生化機制 生理機制那邊看守的時候 你去看營養跟營養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只會陷入一個一直被一直被的狀況 所以同學 就是 這是我一個在準備的時候 一個分配的方式 而 黃正銘老師他在教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生化營養一定要看守 這本一定要看守 這本看守 會對你在考營養師有很大的幫助 而我也照他這樣把這本看守 然後其實 我在生化營養跟 生化營養的這個科目 其實 就幫我的平均拉蠻多的 如果這個 如果平均 只是剛好60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考上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同學就是 選擇高遠 因為我其實從 研究所 就一直補到現在 我 對於 這些老師的教科方式 我是十分的喜歡這些老師的教科方式 不然 我也不會一直 一直從那個 研究所補到現在 而且幾乎就是 都是補了高遠 然後研究所跟技師 都是幾乎一次考上 那營養師是比較特殊 因為我不是營養師系 所以我大概是考了兩次才上 然後 真的就是 他們的講義就是會讓你非常的清楚 考題 在考什麼 之類的 那也好了